飞机上的乘客都傻眼了 从没见到过空姐居然会这样无理取闹 空姐见大家没有配合 主动脱下丝袜 并解释了坚持这么做的原因 因为丝袜是尼龙材料 而且很薄 比衣服的燃烧速度更快 会迅速造成大面积烧伤 其他乘客意识到空姐是认真的 纷纷开始效仿脱掉袜子 紧接着空姐要求乘客摘掉耳钉首饰 以及所有尖锐物品 还让男乘客们抽掉皮带 这些举动全都是为了保密 这是1998年9月10日真实发生的事情 起初一架载有137人从上海虹桥机场 飞往北京的东航569航班顺利起飞 但飞机刚离地不久 机长发现本来应该是熄灭的前起落架警示灯 一直亮着显示异常 他连忙联系机组技术人员 去检查飞机是否发生故障 奇怪的是 经过一番检查过后 发现飞机无法正常放下前起落架 而这就意味着飞机根本不能正常落地 事情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机长紧急向地面塔台发出求救信息 塔台这边很快就得知了情况 第一时间清空了跑道 让飞机马上返航 随后消防 医护 武警等部门都纷纷提前做好了准备 所有工作人员都紧张到直冒冷汗 因为他们此刻最在意的 是飞机到底怎样才能降落 飞机上得知情况的乘客大部分都还算淡定 表示理解 可偏偏有个商人在撒泊宣泄情绪 空姐只能面带微笑 安抚着商人的情绪 然而对方油言不尽 扬言要举报航空公司 而与此同时 飞机返回到了红桥机场的上空 工作人员迅速通过望远镜 看到了飞机前起落架确实是没有放下 这也就意味着飞机不能降落 必须在上空不断盘旋 更让人头疼的是 飞机的燃油只够维持两个小时 时间有限 如果不快点找到解决方法 飞机上137名乘客以及空勤组 很有可能会因此丧失性命 航空公司紧急组织专家团队 经过讨论后 提出了第一个解决方案 他们尝试穿云抛甩的方法 说人话就是飞机先向下加速俯冲 等将要接近地面时 瞬间往上拉升 看能否将前起落架甩出来 说干就干 虽然机长扛着巨大压力完成了这个动作 但警示灯依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紧接着 总指挥和机长取得联系 准备接着尝试第二种解决方法 就是飞机在天空中盘旋加速 然后猛的一个急转弯 可机长即使凭借多年的驾驶经验反复操作 依旧没能成功甩出前起落架 而且这接连的急转弯 也让原本淡定的乘客们变得恐慌起来 纷纷对飞机的强烈颠簸表示不满 空姐们虽然内心也很害怕 但依旧强几出微笑 耐心地安抚乘客们的情绪 在紧张的局势下 那名商人再次变得情绪激动 给乘客们解释并道歉 尽管对方态度恶劣出言不逊 但空姐始终保持镇定耐心安抚 不仅是飞机上的人们惶恐不安 地上的指挥部也是紧张不已 一直为了研究出解决方案绞尽脑汁 在当时他们没有任何可参考的案例 而且眼下给他们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无奈之下 总指挥不得不让机长尝试一个极度危险的动作 即使用后起落架冲撞时处地产生震动 看看能否接机把前起落架给震下来 不管是否成功 在起落架接触到地面的瞬间必须拉升复飞 因为保障全体人员的生命安全最重要 而且一旦稍有不慎 结果必定是击毁人亡 于是 机长立即叫来乘务长 让他安排乘客们前往机舱尾部 以将危险系数降到最低 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向尾部跑去 唯独那名伤人一动不动 又开始作妖 我不去 我就在这 我不去 我哪都不去 我不去 见到这情形 空姐一把将其搂入怀中 像安抚婴儿一样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脑瓜子 这一举动竟然真的让这位男士产生了改变 破天荒不再大吵大闹 反而听从了空姐的劝说 接着 空姐们向乘客们示范防撞击姿势 而地面人员也紧张地忘记了呼吸 聚精会神地听着广播 最紧张的人 自然还是机长 因为上百人的生命都交在他的手中 此时他汗流满面 手紧紧握住操纵杆 下一秒 好在短暂地颠簸过后 飞机成功复飞 然而前起落架依然没有放下 更糟糕的是 这一次降落尝试的失败 让大部分乘客都感到了危机 不仅那名商人开始看着全家福伤心痛苦 就连一位老板也写下了遗书 表示自己如果出了意外 希望机组能让他的行李安然落地 因为刚刚掉落在地桩满前的箱子 就是他的 他公司里还有许多工人在等待发工资 机舱内还有一对老夫妻 他们第一次坐飞机 本想去国外看看多年未见的孙子 没想到遇到了这种事 不只是乘客们崩溃 就连工作人员们也感到了绝望 大家开始聊起各自的家庭和孩子 副机长抽起了烟 即使不会抽烟的机长也跟着点了一根 在当时 所有人的无奈可想而知 眼看无法通过借力 间接性地将起落架放下 那目前唯一可以做的方法 就是派人直接敲打起落架 将它敲下去 可是在万米高空之上 危险程度直接到达了顶点 但为了更多人的生命安危 一名机物自告奋勇站了出来 在他打开飞机底舱的瞬间 强大的气流立即扑面而来 机物不得不平住呼吸 小心翼翼地向前一点点摸动 随后 他掏出铁锤 不停地用力敲打架杆 可没想到的是 起落架依旧还是未有任何反应 他连忙仔细观察 发现故障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左边的箱子断了 这意味着无论如何起落架 都不能正常放下 所以想要让飞机安全着陆 眼下唯有进行紧急迫降 然而 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面临如此特殊的情况 且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成功案例 因此 总指挥不得不开始模拟 各种可能的着陆姿势 由于飞机的前起落架无法放下 如果选择机头先着地 摩擦起火 而且还会导致驾驶台失控 一旦笔直地撞向后机厅 后果根本无法想象 为了避免加剧事故 指挥部提出了在草地上进行迫降的方案 然而 飞机的重量很有可能使得它一落地 头部就会陷入泥土 再者就是过快的速度 惯性会导致机身后半部瞬间向前挤压 那么就会威胁到机舱内所有人员的生命 经过紧张的再三伤意后 他们最终决定在地面上进行迫降 但一定要尽可能解决摩擦起火的问题 于是指挥部紧急调度大量消防车辆前往机场 在地面喷洒大量的防火泡沫 以此努力避免飞机起火 而机舱内 乘务长迅速向乘客们告知迫降消息 要求他们摘掉身上的尖锐物品和部分衣物 以免飞机起火衣物粘连在身上 造成更大的危险 等一切准备就绪后 随着乘务长的一声通知 机舱内渐渐变暗 而机长这边眼神坚定孤注一掷 紧张到满脸都是汗 在最后几秒的关键时刻 机长的双手紧紧握住操纵杆 控制飞机以最佳角度滑行迫降 在他的熟练操作下 后起落架首先着地 机头滴滴地不断滑行在防火泡沫上 此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紧张得满头大汗 幸运的是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滑行后 飞机终于停了下来 然而 危险并没有完全解除 尽管防火泡沫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飞机机头与地面摩擦后过于高温 依旧有可能导致爆炸的危险 好在地面部门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消防 武警 医护等人员第一时间迅速赶到 实施喷水和救援工作 同时 空姐也迅速打开逃生舱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配合下 137名乘客无意伤亡 这次事件展现了中国的力量和团结精神